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發表的很多東西後來都變成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啦 那所以後來會有人說如果是做網頁安全的 沒有聽過我名字或是看過我文章 一定會被質疑不夠專業 不過這也帶給我一些困擾啦 因為世界上的駭客都會follow我的研究 所以如果不小心發了廢文 或是之前我不小心在推特上點了一些奇怪東西的讚 馬上就被截圖發起來tag了這樣子 啊 好啦好啦 破梗了 好啦 那最後我目前在DevCore 擔任首席資安研究員 專注在挖出最嚴重可以影響整個世界的漏洞上面 那對我其他作品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google我的名字 首先這一場的題目是 How I hack Facebook again 看我如何又一次的打進Facebook 那為什麼要說又呢 其實這個題目是致敬我在2016年發表的一個研究 那也是我第一次打進Facebook時所發表的文章 那簡單說就是那個時候找到了一個0day 打進了Facebook 然後在收集證據準備回報給Facebook的Bug Bounty Program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其他駭客的後門在上面 那那個後門正在收集員工的帳號密碼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最後還是把整件事情回報給Facebook 讓他們來處理 那理所當然那個時候Facebook員工也有做出一些解釋 所以對Facebook來說 我們說我們算是老朋友了 那為什麼我們那麼執著一定要打Facebook呢 身為一個駭客 自己用的服務自己沒打過 就是駭客之詞 身為自己每天都要用到的東西 幫他看一下安全不安全 根本理所當然 對吧 對吧 好啦 以上當然只是私心啦 不過真的要說一個原因的話 身為台灣做攻擊最厲害的公司 我們一直在尋找 並且優化著可以讓我們更快速 從外部進入企業內網的最佳途徑 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可以突破企業防禦 百分之百進入企業內網的緣故 當一間企業 可能直接或間接的被駭客攻擊 導致損失的原因 都是我們自力想要找出 並且解決的問題 就像我們去年在Black Hat所發表的研究 SSL VPN理所當然的 隔離了企業的內外網 那保護著企業安全 那成為使員工快速進入內部網路的基礎設施 但假如今天喔 你所信任 並且用來保護你的安全的設備 不再安全了 那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所以 由此為發想 我們開始尋找有沒有新的企業安全脆弱點 那這份研究也是我們的成果之一 好 首先我必須先發表一個沉重的聲明 那個攝影機可以幫我highlight一下我的衣服嗎 本人發言不代表本人立場 對 好啦 開玩笑開玩笑的 今天講的所有東西都經過負責任的漏洞揭露程序 而且都已經修復了 不過廠商修了不代表你也修了 所以如果看到今天講的東西 自己家有在用的話 那趕快回家偷偷修一下 不要被駭客當遊樂園了 好 所以我們開始尋找有沒有新的企業網路脆弱點 脆弱點可以當成我們紅隊演練 滲透企業的一個初始進入點 那在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對MDM產生了興趣 為什麼呢 那MDM差不多是在2012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當個人手機啊 平板裝置開始盛行時 那為了怕員工亂拍照 或是手機遺失造成公司敏感資料外洩 應運而生所產生的資產管理系統 那當然今年因為新冠肺炎 那開始流行在家工作 MDM的概念又被再提起了一次 MDM可以確保手機裝置在信任的環境 以及安全政策下運行 例如說檢查手機是否越獄啊 或者乾脆限制手機相機等功能 那MDM也可以幫旗下員工的手機 安裝應用程式 那甚至在手機遺失的時候 它可以遠端幫你鎖定 甚至乾脆抹除整台手機上的資料 達到企業隱私不外露的目的 所以MDM作為一個中心化的 端點控制系統 可以遠端管理 並且控制旗下所有員工的行動裝置 那這個對利益壯大的一些企業來說 絕對是一個最佳的資產管理產品 但相對的對駭客來說也是 從這幾年的攻擊趨勢 我們也發現MDM逐漸變成 駭客組織的首選目標 那例如這是Cisco Taros團隊 在2018年中所發表的一個研究 他們發現有駭客使用MDM 來當成他們的CNC Server 駭客透過社交工程的方式 又使受害者同意惡意的MDM 接管行動裝置後 那接下來駭客就可以輕鬆的用MDM 來遠端控制受害者的手機 那等於說駭客連木馬都不用自己寫了 直接拿現有的MDM當成主控端就好了 那同樣的 在今年4月 Checkpoint的研究團隊也發表了 他們看到世界第一起 透過MDM來攻擊企業的例子 那Checkpoint在今年2月的時候 偵測到一間跨國企業 有75%的員工手機裝置 都被裝入了惡意城市 那他們追到源頭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企業的MDM被駭客打下來 所以透過MDM 駭客可以幫旗下的裝置派送應用程式 那當駭客成功打下企業的MDM後 就是他要去擷取你的手機簡訊啊 密碼 甚至2FA雙因素認證都不是什麼難事 那這份報告在IT Home 同樣也有中文版可以看 所以英文不好的同學 對 所以從前面幾個案例 我們知道MDM先天可以用來管理 並且控制員工裝置 那MDM的另外一個特點是 為了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連線 MDM勢必要曝露在外網 一個可以管理員工裝置 而且又放在外網的設備 那這個對我們駭客 不是我們駭客 對我們來說無疑是最棒的滲透路徑 所以我們開始研究MDM 市面上已經有非常多的 成熟的MDM解決方案 那例如說如果企業選擇 Open Source的方案 就有GEMF可以選擇 那很多大廠大企業 像是Microsoft IBM 甚至Apple都有推出自己的MDM Solution 所以我們要打爆哪一間呢 我們選擇了Mobile Iron 好 為什麼呢 根據Mobile Iron的官網 全世界至少兩萬個企業使用 那他說兩萬個 當然就不能相信他嘛 我們自己也對全世界的 網路做了一次掃描 我們發現 至少有15%的 Fultrin Global 500大公司 選擇並且把他們的Mobile Iron Server 曝露在外網 那實際上一定更多 因為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但一定還有我們沒看到的 所以實際上一定大於15% 第三個是 Mobile Iron是台灣企業 使用比例最高的MDM 那在台灣的MDM市場裡面 VM Rail的AirWatch跟Mobile Iron 是兩個最 試占率最高的 但Mobile Iron 稍微高了一點點 那最後一個是 Facebook有在使用 好 那我們要如何開始研究呢 從過往出現的漏洞 我們可以知道Mobile Iron 其實並沒有受到太多安全人員研究 那其中原因可能除了MDM這個攻擊項量 還不被廣為人之外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因為 Mobile Iron的相關任體太難取得 研究一款設備最大的問題是 如何從純粹的黑箱 把它轉成可以分析的灰箱 甚至是白箱 那由於官方沒有提供任體下載 那網路上也沒有人分享 我們最後花費了好幾天 從網路上嘗試著各種關鍵字 最後才在一個被Google所引到的 一個公開網站根目錄上面 發現疑似是開發者測試用的安裝包 從檔名看起來很像是開發者 自己測試用的安裝包 而且還不是完整的安裝檔 那從檔案修改的時間跟版本資訊 看起來是一個2018年1月的 一個Mobile Iron的版本 那你現在雖然說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點舊 不過總比沒有好 那拿到安裝包之後就是怎麼跑起來 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把它給跑起來 那這個是一段痛苦的過程 那由於我們拿到的就是部分的套件 那完全不知道它少了什麼 那因此要把服務器跑起來 看噴了什麼錯誤 我們才知道少了哪些東西 那就是要一直重複這個過程 如果有解決過Linus 相依性問題的話應該知道那個麻煩點在哪裡 不過痛苦的還不止如此 最痛苦的是 啟動一次服務要5到10分鐘 所以讓你從幾秒可以抵一個bug到10分鐘 才可以看到錯誤訊息 然後知道要改什麼 然後再繼續抵bug 那不過到這邊可能有人會問 為什麼啟動一次需要這麼久 因為它是用Java寫的 好 整個Mobile Iron是由Java所開發的 那對外開放的連接 連接對外開放的PRO是 443 8443 9997 那各個PRO所對應的功能是 443是一般使用者的裝置註冊的介面 那讓手機可以就是手機第一次註冊的時候 所使用的介面 那8443是管理員 就是你要管理這個設備的管理介面 那最後一個9997是Mobile Iron 自己私有的 它自己實作的一個協議 用來去同步手機裝置的 那三個PRO都通過TLS 保護連線的安全性及完整性 那網頁部分 就是前面是透過 Apache的Reverse Proxy架構 把連線導到後方的Tong Cat 然後Tong Cat上面跑的是 由一個目前最流行的Spring MVC所開發的 網頁應用程式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找到時間了 那由於使用的網頁架構較新 傳統類型的漏洞 例如說XSS或SQL Injection 都從框架層級被保護住了 所以很難從單一的點來去找漏洞 所以因此理解程式的邏輯 並且配合架構面的一些攻擊 就變成我們這次尋找漏洞的主要目標 所以其實沒有很好打 但其實也不算很難打 反正最後還是找到洞了 那在對整個架構有深入理解後 差不多一個下午的時間可以看到漏洞在哪裡 所以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回到剛剛的架構圖 漏洞在於 Mobileiron為了要跟後端去聯絡 那偷偷在TownCat上面開了一個web service 那這個Mobileiron在跟這個web service中間的溝通 則使用Hasen格式去溝通 如果對Java熟悉的同學應該會知道 Hasen是一種序列化格式 那是為了解決就是 原本Java內建的序列化的格式沒有辦法 跨平台的缺點而產生的一種格式 那不過這裡我們先聲明一下 有序列化存在 不一定代表漏洞存在 序列化只是物件跟自竄之間的轉化 那例如說 Json或是XML 廣義上也是一種序列化格式 但就不一定能被利用了 所以說 雖然Hasen的序列化問題 Hasen的序列化問題 在網路上已經有些討論了 但實際利用起來並沒有那麼的簡單 那這裡我們先留一個坑 以後專門出支影片給大家講解 而且啊 而且啊 現在這個反序列化 現在這個序列化 現在這個web service 是在後方的TownCat上面 我們連pon都不一定碰得到了 那還笑想去利用它 那由於我們想利用的是 它在web上面的服務 那因此我們現在要碰到它的路只有兩條 一條是443的一般使用者介面 一條是8443的管理介面 好 好消息是 這個TownCat的web service 我們可以從管理介面直接碰到 但壞消息是 從一般使用者介面 我們沒有辦法碰到這個web service 由於安全性的考量喔 大部分的企業網路架構 並不會把管理介面對外開放 那這對我們的想要攻 這對我們的攻擊來說 其實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一個只能攻擊管理介面的漏洞 那對我們來說利用程度並不大 所以我們必須尋求其他方式去觸發這個漏洞 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它的阻擋方式 Mobile Iron 透過 Apache 的 rewrite rules 去對web service 的訪問 再去對一般使用者介面的 web service 的訪問去做阻擋 那所以說 當前面的Apache 看到你的路徑 開頭是NIFS 斜線 services 的時候 那它就顯示 403 forbidden 去禁止你訪問 嗯 很棒 使用reverse policy 的架構 而且是在前面那一層去做阻擋 那聰明的你是否想到了什麼呢 沒錯 如果你有在關注我的研究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在前年Blackhead上面發表的 Breaking Passed Logic 的這篇技術的這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剛好就是針對reverse policy 的一個新的攻擊面 整個技術的核心其實就是 在現今層次越來越複雜的網頁架構下面 那一個一個東西拿出來看可能一百分 但是放在一起就爆炸了 所以說例如說在使用reverse policy 架構的時候 如果兩個web server 對同一個路徑 理解產生不一致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繞過訪問限制 再一次的攻擊web service 大家都沒有看過七龍珠 好 那例如啦 我們原本這樣子的路徑 那因為符合在前方apache的rewrite rules 然後就的特徵而被apache給阻擋 但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加上個點分號在中間 那這個時候前方的apache會認為 它是一個普通目錄 而且沒有符合它的rewrite rule的特徵 所以丟給後方的towncat 那後方的towncat 則會把分號後面的東西 當成參數給丟掉 那使得我們又重新回到了當前的目錄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繞過前面那一層 那成功的再一次訪問到web service 順便一提 如果你前幾個月有跟到之前最夯的 F5的big IP的遠端代碼 執行漏洞的話 那裡面也是用這個技巧來去做利用的 所以現在透過這個技巧 我們不管在管理介面上 或者是一般使用者介面上 我們都可以碰到web service上面的序列化 或是反序列化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碰到了 讓我們回到hason的反序列化的利用上面 關於hason的反序列化 其實Moltis Belker 在他的那個Java Amashara論文中 已經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研究了 那關於hason反序列化 現今已知的攻擊鏈有四條 但根據我們的目標環境 那我們可以利用的 只有Spring AOP這一條利用鏈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直接的透過反序列化 去取得代碼執行 那我們現在能搞事的 只有JNDI Injection JNDI注入這個東西 好 所以什麼是JNDI注入 那我們先說說什麼是JNDI JNDI JNDI是Java所提供的一組介面的API 一組API的介面 它可以透過把不同的名稱跟物件關聯起來 方便開發者動態存取物件 動態存取 例如說如果有用過Java去連資料庫 就是去連資料庫的話 那應該會很熟悉下面的網址 那透過JDBC的MySQL的插件 那去存取Local Host上面在3006的資料庫 那以MySQL的角度來說 那它就是一個單純的TCP連線 來操作我的資料庫 但是如果以Java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其實是透過JNDI這個API 找到相對應處理協議的Java class 然後之後再透過Java class這個中間層 去把收到的資料給轉成Java看得懂的物件 所以簡單說 就是透過一個通用的介面 方便處理轉換不同的協議 所以當攻擊者如果可以控制受害者 去存取惡意的JNDI UIL 也就是JDBC的那個UIL的時候 那就可以迫使受害者動態的載入 在你伺服器上的惡意物件 那這個就是JNDI Injection 到這邊可能會有人開始搞不清楚 所以這跟反序列化有什麼關係呢 那好好的反序列化不用為什麼要搞什麼JNDI注入之類的 那首先要搞清楚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獨立的攻擊手法 只是反序列化借用JNDI注入 拓展了自己的攻擊面 反序列化漏洞雖然說是這幾年最紅的漏洞啦 不過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陷是 它可以利用的攻擊鏈 必須全部依賴對方伺服器上有相對應的韓式庫 才能攻擊成功 而透過現有就是僅有的韓式庫 要戳出JNDI注入的難易度 相較於用反序列化戳出RCE的難易度 相對簡單很多 所以這時候 反序列化就會利用JNDI注入去拓展自己的攻擊面 那從反序列化戳到比較容易戳到的JNDI Injection 再去完成代碼執行 這裡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JNDI Injection 那這是一個對大眾來說相對新的攻擊手法 比起Sequel Injection可能出現到現在20年 那JNDI Injection出現到現在也才5年而已 JNDI Injection第一次被發現是在2015年 有趨勢揭露的Pornstone這個APT集團 那攻擊什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跟白宮的林地中 所搭配的攻擊手法 所搭配的利用手法 那Pornstone又名為APT28或是Fancy Bear 是一個由很高信心 由俄羅斯情報單位所主導的APT組織 我不是做APT的所以有錯在跟我講 那隨著JNDI注入的這個攻擊手法 在2015年第一次就是在APT攻擊中被發現 那原本這是一個指在瀏覽器上面的一個攻擊手法 到2016年8月的Black Hat上面 來自HP Security的兩位研究員 把這個手法移植到了Web上面 那他們發表了一個 所以自從這兩個研究員發表了這篇研究之後 整個關於Java反序列化的利用 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篇研究不知道幫助了多少少駭客 那因為由於只要觸發JNDI Injection 就可以有穩定的代碼執行 比起你慢慢的去尋找韓式庫的利用鏈 現在遇到反序列化直接洗手師 就是丟JNDI Injection 就對了 那有些駭客甚至會認為 JNDI Injection 就是反序列化的全部了 好 整個JNDI注入的過程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 首先就是送一個payload 就是透過反序列化觸發一個JNDI注入 然後往2E伺服器 送出一個JNDI的連線 第一步就是觸發反序列化 然後戳到JNDI 送出一個JNDI的連線出去 那整個JNDI最精妙的地方就在這邊 原本是伺服器要回傳一組資料 要回傳一組資料 那中間的Java就會把這組資料 轉成Java看得懂的物件 但現在如果我的2E伺服器 回傳一個Naming Reference 跟它說 欸 我的資料比較特別喔 那你要用一個神奇方法來處理它 然後再跟它說啊 欸 你沒有這個神奇方法嗎 沒關係 我這邊有個網址 這邊有那個神奇方法 所以整個JNDI的問題就在於 Java傻傻的相信你提供的網址 那並且是你的網址 把那個神奇方法 給下載回來執行 所以最後就有個RCE了 那看到這裡 大家應該想說 透過JNDI的方式 那這個漏洞應該就結案了吧 幹嘛呢 欸 幹嘛呢 慢了一步 好 幹嘛呢 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其實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呢 JNDI的注入 JNDI注入的利用其實非常的精妙 那自從2016年8月 那兩個研究員在Blackhead發表之後 宏擊一時 但終於 這個利用手法在2018年的8月 那被Java自己給修補掉了 原本JNDI的利用流程 就是像剛剛那個樣子 那在修補後 變成這個樣子 Java把原本JNDI的Naming Reference 會去攻擊者指定的網址 下載惡意代碼的這個行為 給禁止掉了 那禁止之後就是 你必須要用白名單的方式 它才會去下載 所以說如果你沒有特地設置 擺名單的話 那你設置的神奇方法 在Java自己 就是Java自己找不到那個神奇方法之後 就不會再有進一步的動作了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在最新版本的Mobile Iron上 或是最新版本的Java上 去利用 ZNDI Injection 我們勢必得面對這個問題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 怎麼去繞過這個Metigation 我們剛剛提到 原始的ZNDI的注入 ZNDI Injection的問題是 當你跟Java說 我的資料很特殊 那我要處理的神奇方法 是在一個我指定的惡意伺服器上面 那Java會跟著去下載 但是現在這個行為被禁止了 但是啊 但是啊 如果我說 這個要處理的神奇方法 是在你自己的機器上面呢 現在不是遠端喔 而是在你自己已有的韓式庫 已有的Class上面呢 好 所以說我們不能把神奇方法指向遠端 但是我們可以指向 原本就有的Class上面 那這就有點類似一種ROP的概念 那所以接下來我只要找一個 你有的Class 然後又會幫我把送過去的資料 好好搞似的Class 那我就可以繼續利用下去了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已經有研究員幫忙找出來了 在TownCat中有一個叫BeanFactory的一個Factory 它剛好可以被拿來當成我們 要指定它本機的神奇方法 那它的作用如下 反正你就是送一個 一個Class名稱過去 那這裡我們給tw.orange.user 好 那接著提供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叫FullString 那裡面是一個key and value的形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要提供的value 就是name等於orange 所以接下來提供兩個參數 一個叫FullString 就是一個key and value的形式 這個叫name 然後直是name等於setname 然後再提供另外一個參數就是name 是orange 那這個時候 當我們提供完這兩個參數之後 那這個神奇 這個本地的神奇方法 會幫我們執行newtw.orange.user 然後.setname.orange 好 所以這時候TownCat的BeanFactory 就會幫你去執行new的這個動作 跟它上面的這個master 那所以我們現在 透過這個 對方本地的這個神奇方法 我們可以執行 任意對方存在的class 下面的一個方法 任意存在的一個class 例如說tw.orange.user 下面的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可以任意的執行 對方以右class的其中一個方法 嗯 這是後門嗎 不過雖然如此啦 這還是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我要執行的那個class的constructor 不能有參數 以及我要去執行的方法的參數 只能有一個 而且那個參數的類型態 要是自串型態 不過現在我們都已經有第一塊拼圖了 那接下來就是看 怎麼去把這個漏洞給串下去 好 那串下去的這個相關利用鏈 其實外面也有人做好研究的 例如說最原始的利用鏈是 利用同為tong-cat的一個叫 EL-processor的一個class 去執行任意的expression language代碼 但是啊 EL-processor只有在tong-cat 8.5以上才被支援 但我們的環境的mobile-iron版本 是7.0.92 所以這條路不能用 那另外一個則是用我去年在 Jankins的研究上面利用到的一個 Groovy的一個meta-programming 去執行代碼的攻擊鏈 但實際上我們的mobile-iron的 groovy版本 是一個距今12年前 老舊到連meta-programming都不支援的版本 所以既有的攻擊鏈 都因為版本的問題 沒有辦法去做利用 那反正最後我還是在Groovy上面 找到了一個新的利用鏈 那到此 我們把所有的拼圖都湊齊了 那我們來看看利用過程 好 首先透過我在Black Hat 2018 所發表的技巧 繞過它的存取限制 碰觸到webservice的hason反序列化之後 那就是送payload過去嘛 那送了之後 透過hason反序列化 去戳到ZNDI Injection 那ZNDI Injection 會送出一個ZNDI連線到我們的2E伺服器 那我們的2E伺服器 原本就是要送一個naming reference嘛 然後把它指到我們的2E伺服器 但是因為Drava新版的保護 我們現在不能直接透過 原本ZNDI注入的方法 去實行代碼執行 所以我們把這個神奇方法 直到他 直到他自己的本地上跟他說 那我現在我要的神奇方法 不是在遠端 而是在你自己伺服器上面的 Tong Cat的這個Beam Factory 好 那我們直到他之後 那我們再把相對應的參數送過去 然後把相對應的參數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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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拼一拼 我們就有一個穩定的preauth 不用認證的一個遠端代碼執行 好 那我們現在有了一個preauth 的遠端代碼執行之後 我們就要去戳Facebook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打Facebook囉 不過在我們排定要打Facebook的前幾天 前幾天我突然在半夜的時候想到 從我們上一次打進Facebook的經驗 由於安全性的考量 那Facebook會禁止所有伺服器的對外連線 這一點對我們 ZNDI Injection 的攻擊來說 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那真的是會在半夜跳起來的那一種 好 首先呢 ZNDI注入的核心 就是透過受害者連線到 攻擊者控制的惡意伺服器 然後並且接收回傳資料之後 再做後續的利用 那不論是最一開始的方式 還是我們後來的繞過 都仰賴它遠端伺服器 一開始回傳的這個Naming Reference 去做進一步利用 但是啊 現在連這最一開始的連線 都無法出來 對 都無法出來 那更不用說後續的利用了 那至此 因為這個Facebook的伺服器的這個網路設定 就是網路阻擋 我們所有跟ZNDI注入有關的攻擊面 都被擋掉了 我們被打回原型了 所以我們只好回到最一開始的反序列化 在已有的攻擊鏈 都沒有辦法使用的情況之下 我們勢必得尋找新的攻擊鏈 那為了更好的去尋找新的攻擊鏈 那就是一個研究的進度 為了去尋更好的去找到新的攻擊鏈 我們必須先把已有的就有的攻擊鏈 跟它的成因跟原理高洞 所以我們來重讀論文吧 好 那我把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那個 Java on Mastral的那篇論文 重新拿出來讀 那在重讀的過程中 我對其中的一句話感到了好奇 Can I restore Groovy's Mastral as we resolve its code which through an exception Yes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作者要補上這句話呢 為什麼作者要補上這句話呢 首先他可能有評 應該不是他可能 他有評估過 他一定有評估過 Groovy當成黑神反序列化的這個可能性 那雖然說他被某個限制給擋住了 但是他一定覺得 還是有機會 才補了這句話在這裡 好 那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伺服器上面的Groovy版本 剛好是一個舊到 十二年前 舊到連Meta Programming 都不支援的一個Groovy版本 那我們的版本剛好非常舊 那這個限制 就是我們的版本 會不會舊到 舊到連這個限制都還沒有加上去呢 對 為什麼 好 抱歉 沒有 誰好 好 所以我們去GitBrand一下 找一下誰是戰犯 那我們發現這個限制 是在2015年被加上去的 但是我們的Groovy版本 可是2008年的版本呢 真棒 時空背景不同 我們的Groovy 可是不受限制的Groovy啊 所以說啊 我們可以把我們原本 透過ZMDI Injection的這個利用 就是到利用TownCat BeanFactory的 這個複雜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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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複雜的 這個Explory Explory的這個漏洞利用 變成 這麼簡單的利用 直接一步到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demo 好 那首先我們在自己的機器上去 Listen一個DNS的climb 就是為了要去看到底有沒有執行成功 那我們丟出我們的Explory 我們先測試可不可以用curl的指令 那其實這一段我重錄好多遍啦 因為打錯字就要重來這樣子 好 我們嘗試看看用curl 好 執行之後 欸 發現DNS真的有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要進一步看看 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webshell給寫上去 所以這裡我用Base64 encode了一個JSP的webshell 然後去執行它 好 成功 那成功之後我們就多了一個webshell的檔案嘛 那我們試試看能不能透過這個webshell 去在Facebook的伺服器上執行任意指令 等他一下 我錄了很久 都沒有打錯 對 好 那我們執行的指令是ID 好 上書之後我們就拿到ID的結果了 好 Demo到這邊 好 所以至此我們現在有了一個 在Facebook伺服器上的遠端代碼執行 好 那接下來我想講一下 跟漏洞回報有關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當然不是用0day打的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是用0day 我們整個研究差不多是在3月完成的 那我們3月底 整個研究完成之後 想要回報給Mobileiron官方 想要先回報給Mobileiron官方 那我們在網路搜尋要怎麼回報的時候 我們找不到有哪個地方 可以把這個漏洞回報給Mobileiron 找不到任何security回報的窗口 或是任何信箱 所以最後我們怎麼回報呢 我上LinkedIn 把他們的CEO CSO全部密過一遍 對 反正最後終於有一個人回我訊息了 那 不過他們給我的感覺也是 咦 對 很想避免這件事被公開於眾啦 那反正就是協調了一陣子 最後還是公開了 那他們在6月15號 就是Mobileiron官方 在6月15號把patch 就是修補好 然後把patch發布出來 並且通知他們的客戶 那 當patch出來之後 那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他們的通知被Facebook丟到垃圾性了 那反正我們觀察了兩個禮拜 Facebook都沒有去修復他們的這個Mobileiron的漏洞 那我們就進去他們的伺服器了 所以整個故事到這邊差不多有一個美好的結局 那這就是整個故事流程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現場有什麼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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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提早結束呢 太棒了 好 那就結束囉 那如果對我有興趣的同學 這邊是我的聯絡方式 這樣子 好 感謝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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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